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最愛我們希望的特別來賓 李俊穎委員 張棋凱委員 葉全律師 林英鵬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林佩祥委員 好 現在環太平洋軍演 開幕 這像一個戰艦的博覽會一樣 各國把他的戰艦都開來了 秀給你看 而且在夏威夷 老美就說這是對大陸示警 不要霸凌 禁凌 不要今天去打菲律賓 明天去威脅台灣 所以我們就給你看看顏色 看我們29個國家 另外卡爾文森航空母艦也來 而且上面載F35 上面都是飛機 另外神盾艦雨黑號也來了 所以無力展示 南韓也出動 兩個飛彈驅逐艦 李爾號 不是老子號 中武功李順成號 另外南韓總統 第一次30年來登上航空母艦 之前的總統都不登 因為怕得罪中共 何必 因為南韓大陸是他很重要的市場 所以基本上就不願意得罪 我也參加演習 但是也不必太表態 但是現在這個韓國總統 那麼對美國非常好 跟美國非常親近 所以港口也給美國用 機場也給美國用 所以他自私也上飛機了 另外北韓說你們已經是 亞洲版的北約了對不對 你們光罵我們不能去支援俄羅斯 你們搞什麼鬼 他說美國進行盟國 軍事集團壯大 而且美國跟 美國還要南韓日本加入北約 這亞洲版北約 不比叫做北約 這已經是個亞洲版北約了 因為北韓就你們演習對不對 我就發飛彈 十分鐘連射兩枚飛彈 這個禮拜就射了兩次 五天前才射 現在又射 反正每天給你射 你演習我就射飛彈 今年已經第十次射飛彈了 我們外交部也譴責他 譴責沒什麼 沒有 他不給你外交部了 北韓說會出兵 烏克蘭派好幾個旅 北韓有十個工兵旅 所以可能會派好幾個工兵旅去 幫他大概這個工兵嘛 戰場的時候一些戰地的工事 工程 說已經在做要到烏克蘭準備了 目前說不會派戰隊部隊 就是工兵 美國說去北韓你去當炮灰 管你是工兵 步兵 炮兵 通通變成炮灰 我們看一下 F-18EF超級大航空戰機 多梯隊 總共六架起飛 爬升後直接拉高 現場航迷看得驚呼連連 令不少人最興奮的是這兩架 這架隸屬於美國海軍的第五代 逆宗戰機F-35C 跑道滑行不到三分之一 直接拉起 而在戰機升空之前 時常會在航空母艦上看到的E2D 空中預警機也從西卡姆基地起飛 在演習期間 假設某一架的艦載機 它有戰損的時候 或機械故障的時候 其實可以從附近的航空站 趕緊調派一架或兩架的艦載機 前去支援 不只美國空軍忙著軍派 各國海軍也陸續進駐 南韓兩艘去主艦 中武功李順承號和利古里爾號 也齊聚夏威夷 中武功李順承號搭載艦炮飛彈 另外利古里爾號則有120多枚飛彈 和反潛魚雷 可承載300元具備反潛能力 我們來參加這次各國的操縱 與各國各國的操縱 建立和強調的共產能力 期待未來一個多月的操演 除了中間關係也強化軍事肌肉 不過剛剛一個新的消息傳來說 老共新疆的沙漠的基地 出現了美國F22跟F3所的把機 就他們在那邊炸 炸掉 你發現你搞我搞你了 其實這個Rimpact 反太平洋這個演習 某種程度 你看它的變化 某種程度也是象徵著 美國跟大陸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改變 起伏改變 2014年 2016年 中國大陸兩度被邀請參加 反太平洋軍演 你看看 今天美國公開講明了 我這個演習的對象就是你 而且說上次兩次邀請他錯了 因為他都來做間諜 搜集我們各種資料 我們不要請他了 所以上次被很多人抗議 反正就是此一事也彼此 所以那種變化真的是非常大 然後還有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說北韓的動作 所以看一看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除了烏克蘭以外 都在台灣的上面跟下面 底下菲律賓 我們 上面的韓國 北韓 所以我們在這一條 火山線 火山的頻繁發生的地帶 所以我們的確是真的要 非常的謹慎 小心 當然北韓這陣子比較強悍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覺得他的底氣增加了 因為俄國這次去一定對他有所大意 也說派三個什麼兵工旅 這很大的一股兵力 因為戰場上工兵的用處是很大的 很需要他們過足陣地也好 甚至掃雷 幹什麼都需要他們 所以南韓這次 大概也是特別有意的派遣 菲蘭七族艦兩艘 其中一艘是他最大的軍艦 滿載的排水量1萬9千噸 至於潛艦 這場演習一共只有三艘潛艦會參加 南韓就派了一艘參加了 而且他以前派出去參加什麼演習 大概最多2094 德國的那種潛艦 他自己的潛艦派1800噸 就是更大這樣子 所以南韓也有意做這個演習 有所表示他對北韓的一種 要嚇阻了那樣的一個姿態 不過我覺得整個的軍演 對我們來講就是我們也想參加 可是美國顯然不讓我們參加 所以一場軍事演習 其實可以讓我們發現很多故事 很多的訊息 讓我們的記者參加 讓我們的軍隊參加 我們記得都報 為什麼中華民國那麼想參加 而且你說你其實他也講 這次美國官方聲明也講 除了2014 2016 說你收集情報 譬如說你在菲律賓 還有你霸凌台灣這些 所以就是純心要 對你有所教訓就對了 最好的教訓 不是就叫台灣參加嗎 可是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看得出 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是很微妙的 美國 中國大陸 台灣 這關係是非常微妙的 美國做事情 他做到一個階段 他自己會踩剎車的 他自己知道那個紅線在哪裡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台灣 有很多的朋友們就認為說 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那麼壞 他跟台灣的關係這麼好 我們簡直要什麼 就可以要得到什麼 不是這個樣子的 台灣只不過是美國的 國家利益裡面的一部分而已 他有更大的 更重要的 他的國家利益要維護 這裡面就是要避免 跟擁有核子武器的大國之間 直接開戰 所以為什麼烏克蘭 他也不派軍隊去 武器 你要可以 艾克蘭斯也可以給你 艾克蘭斯也可以給你 對不對 哈瑪斯也可以 海瑪斯也可以給你 但是你要派人進去作戰 大概我這個我覺得不行 所以我們就要從這邊 有所學習 有所收穫 就是說一切最終還是要看 自己的力量 對 就美國 我講他這矛盾的 你看我們所有的演習 29個國家這麼多艦 加上還有搞個4萬噸的艦 打下去表示把山東艦打成了 或是把大陸的大艦打成了 就是針對你老共 針對老共主角就是台灣 台灣應該來 他不怕得罪老共 說我就是針對你 他不已經得罪了 然後說台灣不能來 台灣就得罪他 這個邏輯我也搞不懂 台灣來是怎樣 你怕 顯然你是不怕他 你才去搞這個演習 你既然不怕他 台灣就來了什麼關係 你又不給台灣來 每天又說是 你不要欺負台灣 不要欺負台灣 不很奇怪嗎 來 記憲看 這幻太平亞這個今年 號稱全世界最大29個國家 不過基本上就跟林一方 林委員講的 美國還是劃了一個紅線 沒有讓我們去 而且你看起來 他就是有一點 基本上還是維持一個 美中對抗的一個局勢 中國大陸看起來老生入定 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就跟趙大哥講了 頂多在新疆的沙漠 你這個模擬的戰機的模型 炸一下而已 倒是動作比較大的是北韓 北韓你看他發射了 五天發射兩個飛彈 而且現在派兵去 終於大家知道了 前陣子普丁來 普丁做出了面子給金小胖 他幫他開車 兩邊輪流開車 然後平常普丁都是遲到大王對不對 他那天是提早半個小時 去等金小胖 所以你看反而是 北韓跟普丁這邊動作 是比較大的 不過我認為 現在變數最大的是哪裡 雖然藍海這次動作也大一點點 真的最大變數是美國 川普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為什麼有辦法 整個氣勢拉得很高 因為拜登在這一塊裡面 拜登裡面這一塊 他看起來是比較相對比較薄弱的 直接川普就怎麼講 他說第一個 習近平也不尊敬你 也不怕你 金小胖 金正恩也不怕你 而且你現在整個外交的策略 跟金氏的策略 基本上是錯誤的 把全世界推向第三世界大戰 那時候你看 整個辯論的氣勢感覺是差很多的 而且現在看起來 川普當前的機率是越來越大對不對 川普大家記得嗎 他如果重返美國的話 重返美國總統大位的話 會變成什麼狀況 他之前是跟金小胖是眉來眼去的 他扮演是什麼 我是那個調停者 核四老 你藍海你自己要捍衛自己的 自己的經濟安全對不對 你自己要爭兵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局勢 是隨時會在變化的 特別是如果川普 這段時間跟拜登這個辯論 又有一個新的火花 或者說川普回到美國大位的時候 不是只有美中台關係 會整個大變化 整個東亞的集市 隨時可能會再大變化 當然台灣到底是比較安全 還是變得比較危險 我不曉得 因為川普這個人不可能這樣 不過相對的看得起來 因為東北特別是南北韓之間 那個集市一定變化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要你台灣多出錢 多出錢 對 反正是要錢 什麼就錢 你要保 不過如果出錢比較安全的 沒關係 出錢 保護費至少就出一點錢 在南北領山手上 Jr.: 大約 太雖敗 你 不停 太雖敗 不停 不停 感谢观看